国道收费员自救会 今天上午9点左右集结了大约400名国道收费员 在国道1号北上53点1公里处 大约是桃园中立段占领了慢速车道静坐抗议 表达唯一的诉求 那就是要交通部长叶匡时出来面对 更誓言要长期抗战 国道收费员自救会不满工作全被剥夺 25号走上国道1号在53点3公里北上路段处 搭起象征性的收费站 杨颜叶匡时不出面就不撤退 准备长期抗争 数以百计的群众占领两线车道 造成北上车流回堵严重 不少用路人经过时 连爱喇叭叫骂抗议 但收费员躺在地上不肯离去 并表示自己也出于无奈 我觉得每周分公共提到要出来说 我有去跟他开会 但他们给我们回应 你会想要躺在国道上面吗 如果飞机必要 我们会想要到哪里 自救会占领国道行为处罚 中午12点41分 桃园卢主警分局 经过第四次举牌无效 大批警力展开驱逐行动 群众一一被抬离 只留下路旁护栏 青春葬国道几个大字 表达无奈 联合报陈俊志桃园报道